今天要化妆就是韩国水润大眼妆 首先我会用Bobbi Brown的Foundation 加上Kiehl's的美白精华 将它们混合在一起 混合好后就会塗上面上薄薄的一层 用这个方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希望可以做到水润的效果 粉底液在面上 用这个濕了的Beauty Blender 将混合好的粉底液和精华素 慢慢印开它 慢慢印开它之后 应该都会看到看下去皮肤很有光澤 然后下一步就要用Benefit的Fake Up Concealer 将我的千脸在眼圈和眼袋遮住 遮好下次之后就用Eyelish Curler 将眼睛毛夹起来 之后再用Revlon Colorstay的Eyeliner 将会画下眼线 画下眼线的时候 我会在后面稍微加长一点 方便之后画下眼线 之后就用Naked 3 Palette 里面的Trick 一个古董色 来做一个打底 打亮眼皮 之后就用Metallic的咖啡色Mug Shot 来做一个Contouring 画下眼线 画下眼线 之后就用Salea的Waterpilth liquid liner 来画上眼线 以及加长颜色Metallic的眼线 So perfectly designed for you Oh, I'll act away 畫R-Lammer的時候 我通常都是畫在後半部分 前面那份就很少畫 因為看上去我的眼睛已經很圓 所以我最想都是加回長 眼睫毛呢 我就會用Maybelline Lash Anista 和Lash Sculpture的睫毛膏 來加長我的眼睫毛 看上去就會根根分離 畫韓妝當然要用韓國的東西 我就選了3Concept Eyes的Dream Blush 這個色是Baby Pea 是一個很自然的粉紅色 那我就會把這個Blusher 和Bobbi Brown的粉底混合在一起 這樣這個方法 塗上去看上去就好像是白淚透紅 很自然的 就不會太誇張 也不會太突出 其實這隻眼睫毛呢 還要搓一條下內眼線的 那為了不想它Smudge 所以我就用了 Bare Minerals的Lose Powder 來做一個定妝 那之後呢 我再畫眼睫毛的時候 就不會太容易Smudge到變紅貓眼了 但是我又不會把整塊臉都用這個Lose Powder來定妝 不然就會沒有剛才做出來的光澤感 然後呢 我會用剛才的Revlon的黑色eyeliner畫下眼 把眼睫毛跨起它 看上去就會更加大 畫完眼睫毛呢 下一步就到嘴了 那我就選了這支YSL Sheer Candy 9號 看上去呢 就好像一個Barbie Pink 那樣的顏色來的 但塗上去呢 其實它是潤唇膏質地 如果一層你覺得不夠顏色呢 可以再加 這支唇膏很滋潤 就算你打底的時候 不塗潤唇膏都可以的 之後就再用Benefit的High Beam 做一個打亮 Hightlight呢 我最主要都是會塗在鼻梁 額頭 嘴唇上面 下巴 還有眼部 附近的C字位 搞定之後呢 我為了突出我的輪廓呢 我就用了這個Benefit的Hoola 做一個鼻影 畫完鼻影之後呢 其實這個妝已經完成了 放一些頭髮下來 換件衣服就可以了 今天用過所有的產品 都會在Description box那裡找得回 如果想繼續看多些video 記得按鈕收我和Subscribe我啦 下次見 拜拜